也是12分钟到6级了 还是线上混到6级 这样难未需要集合双辅助的力量来打一波进攻啊 这个萨尔高台是有眼的 其实他有眼是看到了失望 他还是走这个高坡就有点想不开了 他是想低波一个框大把高坡的失望拍住 但是哭哭很果断 看到你是个5号杯萨尔也果断开大力墓碑 这墓碑一立的话萨尔就玩不了了 哎呦杀这个剧毒 一个瘴气自己又被塔砸 蝙蝠有危险 要死了 这波主要是蝙蝠在拉剧毒之前中了一口瘴气 他一速恨了 然后被那人过来打了个收割 看小达家过来给右补 哎发要一个勾 勾当水人 萨尔有框 啊这波框大 配可能包过来了 有点偏视 这个拉的距离有点 勉强啊 也没有强动手 这波小达家是有大招的 哎萨尔我看他踢了 对他踢了前哨 但是萨尔去踢前哨 可能会碰到那个水人 哎完了 那萨尔也被发现了 是荒纳等于白礁 看一下这边那个屠夫拉住能杀 那这样的话萨尔也算是吸引了一波火力 然后队友把这个屠夫杀了 然后对方的这个屠夫是更新了 A仗 我感觉屠夫这局其实要补的装备还挺多的 后面还得再补个BKB 对 啊剧毒把大招先甩了 然后上连贴士 拉回来一个剧毒 剧毒先死 发掉回来一个勾 找这边一个屠夫 呃 开了个雾 过来 剧毒在这边是一个破雾位啊 破雾蓝技能的位置 然后狮王也在 墓碑的效果也还在 大家还要唱歌吗 他唱歌了 他就倒了 对 先把墓碑打掉 接一个萨尔的框大 但是这个水人 是有BKB出来先切掉一个萨尔 屠夫的脸上是顶了一个莲花 剧毒给大招水球包过来 直接想到小蚂蚂蚂 来折身一个海峡神远 小蚂蚂因为顶不住了 小蚂蚂阵亡 王屠夫再咬住了蝙蝠 这波水人变蝙蝠 再拨过来 有胀气 A一下 兵外如山 倒了大威这波 对 一波野鸭船 打完这一波 基本可以恭喜T1 就是可以 其实是一个可以 结束比赛的一代肉山 是的 大威人离得很远 也不敢出来打 不断地给这个T1炸李花 希望用导弹抢盾 还没有成功 萨尔开悟 已经想创造奇迹 小蚂蚂 那加萨尔 两个核心 SOLO 位置还行 这个A上大效果还可以 对 但是 不恐怖吗 我变得 完了 BKB顶上 不过一个咬 直接咬住死铃龙 小蚂蚂要倒了 死铃龙也很危险 再一个勾 似乎就是佩克林打出来 但实在是没输出 是的 选人再拨过来 他甚至盾还没掉 再处理一个发条 想大家选了买活 我一下子也选了买活 这屠夫还在脸上顶 哇 这屠夫就是那种 我不管了 我往前顶 我要队友收割 就最爱 直播虽然他死了 但是大家已经买活死了 大家看一下 蝙蝠往前 想杀一个失望 水人直播 要不先走 队友都已经阵亡了 二线片势 拉回来 开了一个 想孙权左边是失败了 梅兰放波 诶 不过分极不大 对 这波大家还要 是被打位稍微守住了一波吧 水人反波 水盾 淘死了 范骨队友 看水人确实有点嚣张啊 梅兰还这样拨 嗯 拉 哎 哎 发烤这几个弓 晒尔框啊 呃水人有队 哎 水人有队吗 对 救了一下 救了一下 开BKB走掉了 还好有海明帮水人擦屁股啊 这汤姆兰打的真的是挺浪的 不过也确实是优势太大了 是的 还好是海明救了他 因为他上部队是已经骄傲的 是的 平时随便玩了 也确实优势太大了 差一点啊 嗯 纳维实在是没什么容错率了 上一波把这个买活什么的都交了 是的 再给一个海向神拳 向大家能打出了祭祭啊 也是恭喜T1 最终是2比1战胜了纳维 听听到了这个圣哲组的下一个 是的 恭喜T1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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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